很多花友老师问 老花一你花怎么养的那么好啊 是怎么做到的 我能跟你学学吗 你先看看这边 这不是说我养的好 你像我手里面这个呢 是银币啊 铁线帘的一个小品种 叫银币 非常风花的一种 它就一直开花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没什么花了 长得也是很一般 这个呢就是缺光 好多的花友总是认为 你养花是怎么怎么地 跟谁学的 不是的 我养花是更多的 在这种实战当中去摸索到的 你比方说缺光 缺光就这样 出炉出炉掉花 看到没 全部掉花了 所以说那花友们啊 你看到的仅仅是 我想让你看到的那些而已 那些不想让你看到的 你也看不着 其实有很多的花在我手里面 也是会养得非常的失败 有的话说 为什么你技术那么高 为什么还这样 这是硬性的一个条件 咱们就最简单 有理直光的 前几天我们在那边 一直阴天一直阴天 那没有办法 你看现在这些个叶子 它不就 这些个花呀 它不都脱落了吗 没有办法 有的话说你们有大棚 有大棚也没办法 除非说是我能做的什么呢 给它补光 对吧 这个有的话说 补光灯有用吗 这了那了 补光灯没什么用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个玛格丽特呢 按照正常的来说呢 现在都是有很多的花苞 而这些玛格丽特 全部都是绿油油的 就感染跟菜似的 这个也没办法 这也是缺光 不仅仅是我们在养护过程 和生产过程当中 它都会出现一个 不可控的因素 所以说咱们养化 你也要端正这么一个心态 好吧 并不是说谁谁谁 就大神了 这了那了 我最多算个 就不用成一 所以说敢自从老花一 第二个事呢 就是想跟华尔美说 你不要气馁 不论是我们生产过程当中也好 运输过程当中也好 或者说销售过程当中也好 都有10%到30%的 一个损耗和折损率 也就是什么呢 你比方说你去哪买的花 包括自己养的花 你养了10分 10个1到3分 这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这个没办法 你尤其是多肉 这一个最简单的多肉 养过十几年多肉的老手 他每年死个十几分多肉 那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没办法 所以说呢 你也要摆正自己的一个心态 养花啊 先当成一种游戏 先买一盆花 想想 能不能玩得起 就死了 你会不会心疼 如果不会心疼 你再去挑战 如果会的话 尽量的防患于未然 不要让自己心疼 好了 需要花没养花的时候呢 积极起来 好吧 养死了不怕 我七年了 反正养死了 差不多都有十几万的话了 这个没有办法 好了 我老花一 养花之人一 拜了